HELLO 大家好,我是環宇尚本Nelson 歡迎來到大灣區,歡迎來到港人喜歡的深圳 我們環宇尚本的深圳展廳就在盧口旁邊 一出田梯就會見到商業城一樓的103號鋪 可以為十分之方便 我們環宇尚本的免費體育團是田田出發 我們精心觀算過百個賞盤 讓你去到現場最真實的了解樓本的情況 以及周邊的地段交通 以及周邊的配套環境等 當然還可以品嘗最地道的美食 現在參加太多鐵欄 今次送來環宇看樓三步 想起防曬雨遮礦泉水和塞子溝 全程為你遮風綁雨 用心為你安排著遮下你的行程 讓你買得安心又放心 遮撥打熱線電話 6963-0900報名 遮蔽水和塞子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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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紅色災水和塞子溝 然後讓你增加水 找到玉塞子溝 油血液道 冷藏花 有去之間 HELLO 大家好,我是環宇順本Kelvin HELLO 大家好,我是環宇順本安仔 今天來到華浩海月灣,下沖這邊 大家看到這個小區花園是不錯的 這個小區花園環境是不錯的 而且之前我們拍二手,很多人找20萬左右的單間 是,公寓式這種,現在來到全新的價錢 聽說一千多元首庫就可以上車了 沒錯,話不多說,馬上上去看看 好,現在我們來到24樓的陽板間 這裡的陽板間是做到升級的 我們大概都是提它護形,因為陽板間比較多人看 它這裡的裝備都是比較高級的 所以感攻這個餐效 不要緊,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安仔,來 好,進來這個陽火門 它是交付標準做了這個鎖匙扣的門鎖 但有需要的觀眾朋友們到時最考慮裝這個智能鎖 左邊這個位置就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除了開了這個電磁爐之外 這個櫃,還有那些銜盤 下面那些儲物櫃都是交付標準的 我們先檢查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預留了這個電磁爐 這個抽油煙機的空間 我們就簡單看一下儲物櫃空間 都非常充足的,可以放碗碟碟碟碟 或者是柴米油鹽都堆放在上面 都可以的 我們再看看這個衛生間這個位置 好,衛生間這個位置 這裡是做了一個剛縮分離的區域 而且裡面的空間都非常充足 個人轉身的位置都有預留都可以的 再看看左手邊這個位置 左手邊這個位置 這個馬桶交號腰針是一個普通馬桶 但是陽磅間是為了比較好看 就做了這個智林馬桶 而且最發現這邊是有這個窗口的 所以這個衛生間是一個名字 不是黑漆 因為陽磅間這個智林馬桶 後期你自己可以和裝修師傅商量 因為這裡買了載裝修 保證每一套都是全新的裝修 後期你有什麼上升級的 可以直接跟我們這個 售樓廠的工程師去溝通 那你哪裡要做升級 可能要加少許費用 具體就是你個人喜歡的 我們再看看裡面 而且這個位置 就是預留了這個冰櫃 我個人建議可以放冰櫃這個空間 沒錯 或者是個人喜歡的 或者是放鞋櫃都可以 鞋櫃、冰櫃或者是儲物櫃 它就預留了這個位置給你 具體的使用情況 就是替大家個人的喜好 再進來 其實這裡我都看過了 留意了 這裡兩邊都裝了這個長體 原先是沒有的 就等於整個開放式 它現在等於做到一個隔離的作用 這邊做這個休息區域 這邊是休閒區域 我留意到 它全面這裡放了一個吃飯桌 飯桌 餐桌 這裡其實可以放一個沙發 放一個茶櫃 有朋友去這裡可以引擦 可以去到休閒的狀態 進來這邊 就看到它放了一個1米5的床 其實這個空間 放1米8的完全都是足夠的 因為這裡的空間 兩邊都預留了很多空間 沒錯 這裡就放了一個組合櫃 電視的組合櫃 還可以放一些儲物空間 也是OK的 這個空間 這裡整體的面積 是48方 500呎左右 開放式單位 但具體看到它升級的裝修之後 是OK的 是很實用的 是 如果後期大家喜歡這套裝修 都可以跟我們供應師 後期跟進去商量 我們再看看這個露台 好 這個露台比較大 而且它這個朝向 屬於東南朝向 是 但今天的天氣 可能會影響少少美光 清明時節 雨昏昏 沒錯 CNC推出來看看外面 看外面 右邊這個位置就是外面的海景 沒錯 下面這個內河 沒錯 沒錯 其實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這裡比較高的樓層 是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首先我們看外面 就是原居民樓 這邊比較多的原居民居住 再看到前面 前面是一個樓盆 是叫林峰海縱 林峰海縱 當時是賣到一萬五千多 哇 好誇張我買得了 沒錯 現在是賣一萬一千到一萬二 但裝修 都是有這個開放式戶型 比這裡 距離這個黃金 4A級黃金沙灘 是會比較近一點 一走六樓就可以走過去 但是它聽說這個開發商 有一點問題 因為前兩年看到它 還是看到這樣 現在還在目前為止 都未完全是見好的 已經停工了 沒錯 這兩年可能集團 資金比較緊張 所以我們長期拍到這裡 都沒有拍到那裡 因為我們都是會挑選好 這個燃樓給大家 優質樓盆 沒錯 再看到這個右邊 右邊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海月公館 都是我們一旗 一旗比較一線黃海 靠近這個海邊 都是我們這個華浩海月灣的一旗 最來的 最先的 見起來 然後看下來 還有一些漁港風 看到我們的內河 看到我們的原居民的漁船 平時出去打褲 打褲的 沒錯 是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朋友 晚上可以現在釣些木魚仔 晚上可以租一些漁船會便宜一些 不用租遊艇更貴 租一些可以出去野釣 都可以的 而且看到我們這個爐桌 空間都是OK的 完全沒有問題 這套單位 安仔跟大家說一下多少錢 這套單位 一口價是311,497元 31萬 我們平時拍攝的實理銀炭移手 這套單位 40方或35方 這個面積的都要20萬個日 這套單位 全身只需要31萬 沒錯 31萬左右 上上下下 如果這個首期呢 這個首期呢 比較划算 只需要給1497元就可以上車 一千多元 一千多元就可以上車 那月供呢 會不會很貴 月供 如果是做30年的話 月供只需要每個月給1409元 一千多元 月供30年 如果20年的話 大概都是兩千多元 兩千多元 兩千多元 一千多元買一層樓 每個月供一千多元 等於一個月 吃少幾餐飯去外面 就可以供到一層樓 所以就是這個 這個開發商 這個樓盤的優點 是 就完全沒有壓力 三十萬左右 三值一萬左右 買到新樓 然後月供才一千多元 我覺得是OK的 首期才給一千多元 因為呢 前期呢 我們很多的朋友 連累我們 加我們WhatsApp 跟我們說 我們之前拍一些實理銀行 我們都賣了不少 那些二手的 二十萬左右 或者十八萬 他們說要找這些底 但是呢 他們的錢 又不想拿出來 一次過一塊錢拿出來 他想放去定期 是的 那這期呢 就適合這種朋友 嗯 首期便宜 千多元就可以上車 沒錯 嘩 真是地道難 而且呢 這個位置 都非常之方便 大家都知道 實理銀行 我們經常說的 旅遊區 是 比較多人的 沒錯 屬於旅遊區 嗯 這邊呢 比較屬於這個 人間 煙火系的 嗯 因為原居民資格多 是的 這裏原居民多 前期我們都拍過這個配套 有這個海鮮街 菜市場來都非常之近 是的 而且呢 這邊呢 這個物價 相對於那邊來說 會低一點點 是 雖然不是太多 但是都低了 等你 四水長流 你長期居住的 打算情況下 都是省到不少錢的 沒錯 因為這裏 又接近快黃金洲 是的 有很多旅遊客 會在這邊 黃金海外玩 是 或者在這邊 海鮮區 吃海鮮 這個優點 就非常之好 第二 就是這裏社街辦 都會經常和我們小區 搞這個 攻擊活動 是 所以我們 每一個月都會過來這邊 在華鮮區 都會看看老人參加這個活動 是的 這邊就會比較好 因為它有些黨員的志願者 經常會組織活動 或者街道辦 組織活動 所以這邊的活動 是會比較多 真的人系都是OK的 是的 比較熱鬧 而且交通這方面 大家都不用擔心 因為可以去到羅湖 後岸那邊 羅湖汽車站 可以直接坐大巴 到我們這個 霞聰汽車站 到我們霞聰汽車站 到我們霞聰汽車站 都是非常之快 跟我們實理銀灘的距離 差不多 比它更近 是 或者 因為 天格島 這個班次問題 可能班次沒有更多 或者另外一種方式 大家可以坐這個橋巴 坐到碧桂園 實理銀灘 一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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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台滴滴 大概十多元左右 十二三元 就可以打到我們這個 小區華浩海月灣 以下 所以交通這方面 太多顧慮 是的 或者 你不打滴滴 都可以坐公交車過來 沒錯 有我們的公交車 非常之方便 是 這一套單位 只需一千多元首期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如果上過你實際 考察的朋友 因為我們每週六日 都有我們這個 免費看樓團 可以即時打電話過來 預約 想知道最新的消息 可以加上安仔的Whatsapp 或者我Calvin的Whatsapp 拿到我們最新的動態 歡迎大家過來實地考察 這期我們就講到這裡 沒錯 下期再和大家分享更多的信息 下期再見 掰掰